新加坡慈继志工郑肃平 在自己经营的速食馆 宣导111世界书醒日 她的八岁女儿马子谦 看见妈妈有时候为了服务顾客十分忙碌 因此自己制作了书醒小卡 穿梭在店里各桌子 详细地向大人们解说 慈继推动世界书醒日的意义 有水果还是菜我们应该要吃的 后面就是那个 我们可以去那边参加 亲手绘制书醒小卡 这是客人的来店里 我去跟客户说111 展示111的意思 马子谦很积极 八岁的马子谦穿梭店里各桌子 向大人说明素食意义毫无怯场 因为那个女孩子很可爱 她叫我一天不吃肉 我一天不吃肉是可以的 第一次是妈咪跟我一起去 现在就一点点勇敢 他们会吃书就不会伤害动物 太忙碌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时间做宣导 所以就觉得女儿在她就很容易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教她 然后她有时候在旁边听我们讲过后 她就自己讲 郑肃平和女儿马子谦 在自家经营的素食馆 推广111世界书醒日 希望每一位登门顾客 把理念传出去 111这一天对我来说是说 即使那些不是素食者 他们也可以说 就是在这一天更多人 可以次数减少那个 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 母女俩在三个星期当中 把健康观念带给大家 一共邀约120人响应蔬食 大约新闻李嘉宜 姚玲玲 新加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